忘了个擦了,一只小油猪今天跟牛老二红上了,彭小宝仗着自己拥有高贵的装飞血统,年纪轻轻就出来装飞,这是一点都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的,彭小宝已经把头发梳成了彭蓬的模样,就气势这一块,彭小宝还是拿捏得死死的,但多少还是有点盲目的自信了,彭小宝在外面瞎急搏炉的,正好遇到一群牛老二,彭小宝认为牛老二挡住了他的巨路,于是趾高气昂的上前和牛老二进行交涉, 说的好听一点是交涉,其实彭小宝上去就让牛老二滚,我擦了,真是出生猪毒不怕牛,这给牛老二气够呛,但是这牛老二还是很讲究,他和彭小宝是一个小孩,也没打算跟一个小孩计较太多,这下彭小宝就更加嚣张了,他让牛老二全部滚开,我擦了,这把领头的牛老二就给激怒了,冲上去就是一顿胖揍,怕马的,你爹都不敢这么嚣张,牛老二把彭小宝揍得满地爬, 都给彭小宝揍猛圈了,还没等彭小宝喘过起来,又挨了一套连招,直接就被牛老二给扔出去了,这也太狠了,彭彭的大儿子都被揍了,他还忽然不知,彭彭带着另外几个小崽子,找了一处敬意的地方睡大觉, 他还不忘教导这几个小家伙,一定要向他们的哥哥学习,以后要担起草原一种被老的担子,早一点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,不要一天奶着奶气的,一定要中气十足,只有把气势提起来,这个杯才算装成功了,没事的时候就多练习练习倒车入货和弹射起步,彭彭的遵遵就会,把几个小家伙听得一愣一愣的, 他们此时并不知道,已经出现了一起过早装备,被揍肥的安慰,而且这就是被彭彭教育的结果,还好彭彭的大儿子只是去牛老二面前装了装,即使被揍了一顿,应该也没啥大问题,回来吃几顿猪肉饺子补一补就好了,要是遇到狮子或者打工帽,还这样嚣张的话,估计就要被送回去重到了,装备有风险,且装且珍惜, 挖了个擦了,三嫂和莫多据悉今天很郁闷,所谓饭后一支烟再过活神仙,然而三嫂虽然说刚刚才饱餐了一顿,可是这支烟却让她越抽越郁闷,因为有很多老铁都在问三嫂一个问题,问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,说三嫂长得恶心,这她妈呢,这就让三嫂有点想不开了,自己在地球上生活了四千多年,没招谁也没忍谁,自己把自己干成了病危物种, 而且自己还是地球上现存体积最大的蜥蜴,居然有人问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,这让三嫂很郁闷,毕竟自己的存在,完美的填充了地球上没有莫多据悉的空白,可以说是意义重的,如果自己不存在了,就说明地球上没有莫多据悉了,我猜,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,但是道理又不是那么多,三嫂的本名就莫多据悉,她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,叫莫多龙,但是现在却被叫成是三嫂, 这是她第二郁闷的事情,很多老铁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她三嫂,这就不得不提起三嫂伤心的往事,在二二年三月底的一天,印度萨赫达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巡逻的时候,发现了四名鬼鬼祟祟的三哥,当地有关部门在抓住这几个人以后, 从他们的手机里面,发现了惊人的一幕,这几个货居然对着巨蜥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,这真的使我擦了,从此以后巨蜥就被冠上了三嫂的尊称,虽然事情不是发生在她身上,但无奈自己就是巨蜥,当三嫂第一次听见这个报道的时候,她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,果然不出三嫂所料,自己还是被波及了, 这就是三嫂第三郁闷的事情,不知不觉三嫂嘴里的雪茄都快燃到嘴边了,但是这些破事依旧困扰了三嫂,三嫂双眼无神地望着远方,她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,可能三嫂这个响亮的称号会跟她一辈子,这样长久的下去,世人都快忘记了她的本名,更别说河莫多隆这个外号了,三嫂是越想越郁闷,怎么这么倒霉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,就连抽支雪茄都烫马烫嘴了,她都不知道, 郁闷的三嫂叼着嘴里的咽屁股,打算四处走一走,这日子也太难了,整天待在这个岛上,哪也没去,还是被无情地吸进了漩涡之中,这真是牺牲无常,大肠包小肠 哇了个擦了,帅气的游猪彭彭今天很清闲,正好媳妇也在,难得享受一下天伦之乐,一转眼彭小宝都这么大了,时间过得真快,游记的上一次彭彭和打工报飙车还在昨天, 彭彭今天的欢乐时光,都是年轻的时候靠装备换来的,彭彭现在是最大的诸盛赢家,有贤惠的妻子,有懂事的儿子,彭小宝虽然还没有断奶,但是那一戳帅气的发型,已经奄奄成型, 彭老婆的彭彭还专门养了几只鸟,没事就逗她老婆开心,彭彭年轻的时候太过于操劳, 为了家族的声望,整天到处装备,不是和打工报斗智斗勇,就是和钢肠科两个主任慢机,偶尔还要隔几百米和狮子炫耀力士, 草原第一装备老的称号,都是彭彭提着力士换来的,那一段血雨腥风的日子,彭彭现在想来还有点后怕, 如果当年一失手,当场就得交代在那里,所谓立志在家就在,彭彭过足的胆识与自信, 获得了彭妹的青睐,彭彭在彭妹的心中,就是一个超级大英雄,彭妹对彭彭可谓是百依百顺, 而且相当照顾彭彭,每天都要帮助彭彭做清洁,这就跟人类不一样,可以在五八彭彭上, 找个保洁给家里做清洁,彭彭很享受现在的日子,也只有这个时候,他才觉得自己是自己, 此时彭彭的幸福指数,可以说是全草原最高的,虽然猎老二的家族比彭彭壮大, 但是他们等级制度森严,雄性猎狗在族群里过得很卑微,打工帽那货又是个独行响, 整天吃了上顿找不到下顿,就算找到了下顿,都有可能被猎老二抢走, 连搞定一日三餐都是问题,更别提找个媳妇有多困的了,雄师院长的日子也不好过, 虽然拥有一个后空捆,但是那都不一定是他的,说不定哪天走在半路上, 就被其他雄师给干死了,他的后空就被新的狮王接手, 他的孩子也都会被咬死,整体来说还是彭彭现在最幸福, 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装几天杯,但只要活着, 就要把装杯进行到底,一天几顿小青草, 吃完就找个地方泡个澡,舒服一秒是一秒, 发型一定也要往后倒,这就是游住彭彭的猪生信条, 忘了个擦了,彭彭今天打算带着儿子们出去秀一波操作, 没想到刚出门,就被打工豹那货给发现了, 这把打工豹给高兴坏了,他马的已经三天没吃饭了, 鸡肠鹿鹿的打工豹,赶忙从高层别墅上跳起来, 一路跟踪尾随彭彭一家,彭彭带着儿子正在愉快地吃着小嫩草, 突然彭彭感觉一股莫名的凉风袭来, 这他马指定有诈,打工豹捏手捏脚的非常谨慎, 他身之彭彭的弹射起步有多快, 但是身旁的彭小宝确实很好拿捏的, 于是打工豹瞅准了时机,直接冲进住屋, 他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抓一只彭小宝打打压剑, 彭小宝虽然身法也很敏捷,但是小孩永远是小孩, 三两下就被豹完叔叔给抓走了, 我擦了,彭彭今天很刚,眼看自己的儿子被打工豹抓走, 他举着圆圆弯头就冲了过去,这给打工豹下口呛, 打工豹无奈只好扔下彭小宝跑路, 我擦了,发动机都给干冒烟了, 几只彭小宝在妈妈的带领下,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, 暂时躲一躲,彭彭虽然揍跑了花豹, 但是转眼又被二号打工豹猎豹给盯上了, 猎豹的速度可比花豹快多了, 拥有草原法拉利的称号, 吃草的彭小宝并没有意识到危险, 但是一向第六感非常敏锐的彭彭却不一样, 他已经感受到了凉风, 打工豹二号也直接杀住了朱玄, 但是二号打工豹猎豹的目标却不是彭小宝, 他直接朝着彭彭去的, 彭彭为了给儿子们争取逃命的时间, 同时也想在草原法拉利比划比划, 于是彭彭直接把状态拉满, 我靠,我靠,我靠, 吃了风土的一样的男人又来了, 死时彭小宝在妈妈的带领下, 全都安全返回, 随着一套标准的倒车入木, 所有彭小宝都安全了, 我擦了, 彭彭一家的这一波操作, 又给打工豹秀了一脸, 挖了个擦了, 听说穿山甲的甲很硬, 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硬, 也听说狮子和猎狗的咬合力很强, 那么当最强咬合力遇到最硬的甲会怎样, 你就说巧不巧, 正好这一幕就发生了, 也不知道是各位老表运气好, 还是穿山甲运气好, 他被几只出门吃宵夜的烈老二给发现了, 烈老二之所以在大草原这么嚣张, 就是牙口好, 他的有盒力比狮子还强, 但是当他碰见穿山甲, 也跟踢到钢碗一样, 拿穿山甲完全没有办法, 穿山甲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, 一时间让大名鼎鼎的韬钢主人也犯难, 根本找不到这货的钢在哪里, 烈老二提着手术刀, 也只能瞎晃哟, 真特喵的晦气, 烈老二骂骂咧咧的看着眼前的穿山甲, 满眼都写了无奈, 另一边一头狮子也抓住了一只穿山甲, 很显然狮子已经闻到了里面传出阵阵的肉香, 但是此时的穿山甲已经团成了一个球档, 狮子抱住穿山甲, 就像抱了一个铁球一般, 肯半天肯不动, 狮子尝试了很多次, 一人咬不破这玩意, 都快给狮子整几眼了, 于是狮子提着这个铁球, 准备换个地方干饭, 让狮子万万没有想到, 一辈子杀戮无处, 今天却被这么个小卡拉米给难住了, 狮子很不服气, 今天说什么也要把这东西啃开, 看来狮子有时候也是个绝脾气, 穿山甲身上的鳞片不仅坚硬, 而且光滑, 狮子咬在鳞片上根本用不上链, 而且穿山甲的鳞片边缘还比较锋利, 搞不好还会给狮子的嘴巴拉出个口子, 那他马就亏大了, 鸡肠鹿鹿的狮子现在是越来越慌张, 但是他越慌张, 越是没有办法破了穿山甲的防, 此时的穿山甲却显得格外的镇定, 他对自己的防御能力相当自弃, 只要自己死死的抱成团, 生死不松手, 就算耶稣来了也不行, 哎咋咋地, 穿山甲蜷缩在里面一声不哼, 任由狮子自由发挥, 狮子把穿山甲摁在地上翻来覆去的啃, 就是找不到地方下口, 搞得嘴巴都有点酸了, 要不是狮子现在实在是饥饿难耐, 估计早都把这个铁球扔掉了, 穿山甲今天给狮子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,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, 那么问题来了, 不知道三嫂科莫多巨蜥, 能不能吃下这货, 哇了个擦了, 电弓猴鹤怎么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, 看来今天又遭的有点凶, 原来就在几分钟以前, 电弓猴鹤直接从工作岗位上摔了下来, 从猴鹤去黑的手掌来看, 不知道他摸过多少根电线, 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, 电弓猴鹤一向爱上了经验, 经常费寝忘食, 由于长时间的加班检修当地的线路, 让猴鹤体力透支严重, 这才不小心从电线上摔了下来, 即使已经被摔到那出血, 猴鹤也不忘看着头顶的电线, 嘴里嚷嚷着扶他回去, 他还要继续工作, 幸好电弓猴被路过的三哥给发现了, 三哥是当地有名的洗浴中心老板, 他对如何放松身体, 如何缓解身体的疲劳, 那是相当有一套, 只见三哥把电弓猴埋在了细沙里面, 要不是三哥把电弓猴的脑袋露出来, 这波操作差点让电弓猴引起误会, 他以为三哥要把他活埋了, 那他马走的不是比斗祸还要冤, 电弓猴赶忙抬头示意三哥, 他觉得自己还有救, 他可是当地有名的老电弓, 不能走这样极端的方式, 我擦了, 三哥不但没有想象电弓猴的示意, 反而把细沙又往高的埋了埋, 电弓猴现在心里害怕极了, 他只想回家找妈妈, 身体的温度越来越高, 看来是这细沙在起作用啊, 电弓猴瞬间就有睡意, 已经连续加班三个月的电弓猴, 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, 看来猴哥的身体确实已经到了极限状态, 在半睡半醒之际, 电弓猴逐渐进入了梦乡, 他梦到曾经在积电学校的一幕, 晚学校都是学习电弓的, 他们以后的梦想, 就是做一名优秀的电弓, 猴哥还梦到自己在工作岗位上的点点滴滴,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老电弓, 必须经历电流的洗礼, 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, 还成就了今天的自己, 电弓猴哥睡得很香, 时不时的还要说两句梦话, 其实猴哥并不知道, 刚刚那些都不是梦, 那是他生命迷流之际的回光返照, 一名优秀的老电弓, 就这样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, 愿猴哥一路走好, 愿天堂没有电线, 哇了个擦了, 在一个名为的午后, 出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, 两条大狮子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, 躺在路中间睡醒了午觉, 远处的草丛里面还有一大锅肉, 那是狮子故意放在那里的, 这是要准备晒腊肉的节奏, 这两条狮子的睡姿也是相当霸气, 居然不并排睡, 这多少有点浪费空间了, 原本就两车道的马路, 被狮子这样一躺, 我就真的擦了, 两脚兽的小四轮根本开不过去, 两脚兽肯定也不敢跟狮子来应的, 那样的话肯定会被当地相关部门抓去踩防刃机, 这两条狮子也很鸡贼, 他俩找了个凉快的地方躺着睡觉, 让那些两脚兽在烈日下暴晒, 虽然说车里肯定有空调, 但是在这样强的阳光下, 估计晒久了也想回家找妈妈, 死时前面的一辆小车被晒的遭不住了, 由于司机没关车窗, 不堪忍受烈日的暴晒, 能看出来司机相当的谨慎, 生怕把狮子给激怒了, 他慢悠悠的向狮子靠近, 而且连喇叭也不敢按, 汽车的声音还是惊醒了狮子, 狮子还以为是要偷他们的腊肉, 赶忙抬头查看情况, 没想到司机很懂礼貌, 朝狮子吼了一句, 大哥我本地的, 狮子一听是本地的, 也就没跟着司机计较什么, 就放他过去了, 我擦了, 还有这种操作, 看来停在一边等候的估计全都是外地的, 本地的车辆就是嚣张, 两头狮子也是被看得一愣一愣, 估计是瞌睡还没睡醒, 刚刚过去的那辆车有点奇怪, 看起来不太像是本地的, 但是又没有证据, 此时远处又有两辆汽车朝这边行驶过来, 狮子以为他们也会在那里停下来, 万万没想到, 这两辆汽车直接就朝狮子开了过来, 而且还不带刹车的, 狮子此时也慌张了, 怕被压了脚, 赶忙起身让道, 看来狮子也知道这小四轮的厉害, 不能合着玩硬碰鸣, 狮子虽然让开了道, 但是后面这辆车并没有直接开过去, 司机把车停在路边, 朝狮子吼道, 之前过去那辆车根本不是本地的, 我们才是本地的, 本地车辆从来不打招呼, 都是直接开过去, 以后再遇见这种情况, 千万别上当了, 我擦了, 听了司机一席话, 狮子这才缓人大悟, 司机说完驾车扬长而去, 深藏功语名, 挖了个擦了, 位于皮鞋这个老六, 居然在半坡上偷袭了一条巨蟹, 很多老铁都想看看, 位于和巨蟹到底谁更加厉害, 今天给各位老铁安排了, 但是皮鞋今天抓住的是一只年轻的巨蟹, 那么这条巨蟹今天应该何去何从, 它与皮鞋之间又会爆发怎样的故事, 我们继续往下看, 从体型上看, 皮鞋比这只年轻的巨蟹大不少, 皮鞋现在咬住了巨蟹的后腿不让它走, 说什么都不管用, 今天必须把巨蟹留下, 巨蟹现在也很胶着, 他妈的就出来六个万被这货给偷袭了, 一个想走, 一个想留, 现在双方就僵持在了这里, 如果巨蟹被皮鞋拖入水里安排一个水条, 不知道对巨蟹有没有效果, 毕竟巨蟹也是会水的, 如果巨蟹也跟着皮鞋的死亡翻滚一起翻滚, 那估计就有好戏看了, 但是很显然, 巨蟹是拒绝下水的, 他死死的抓住树根不肯松手, 死死被抓的树根害怕极了, 他只想回家找妈妈, 巨蟹骂马马咧咧的让皮鞋松口, 但皮鞋根本不搭理巨蟹, 都快把巨蟹气哭了, 看他那样估计肺都快炸了, 皮鞋这个老六是个倔皮鞋, 愣是咬住巨蟹的大腿, 要把巨蟹拖下去, 今天谁来的不好使, 皮鞋看巨蟹不愿意就换, 也只好给他来硬的, 一招霸王影就把巨蟹从树分上扯了下来, 我擦了, 这下发皮Q了, 皮鞋现在咬住了巨蟹的下半身, 刚刚皮鞋的突然发力, 让巨蟹有点难受, 顿时给他整个有点头晕目眩, 皮鞋也没有想到, 这条巨蟹力气还有点大, 而且还懂点身法, 巨蟹死时还想往岸上爬去, 有可能是巨蟹身上的护甲, 居然让他从皮鞋的嘴里溜了出来, 我擦了, 这是什么狗屎运气这么好, 能看见巨蟹的身上被皮鞋咬出了伤口, 就跑掉了,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 巨蟹也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, 现在还有点惊魂未定, 慌慌张张的都找不到路在何方, 这条巨蟹回去应该又能吹几天牛皮了, 毕竟能从皮鞋嘴里逃生的, 也数不出来几个, 巨蟹这一跑, 就给皮鞋整郁闷了, 这他马呢, 本来还以为能饱餐一顿, 到嘴的鸭子居然都飞了, 看来今天只有回家喝水冲击了, 挖了个擦了, 野猪挨了三嫂一个大壁楼, 就在几分钟以前, 一头嚣张的野猪, 跑到三嫂科莫多巨蟹的地盘上撒野, 太不把三嫂放在眼里了, 野猪肆无忌惮的在三嫂面前捡吃的, 也不知道地上有什么美食, 这么吸引野猪, 从三嫂圆鼓鼓的肚子上不难看出, 三嫂刚刚用过餐, 旁边的泥土还是吃的, 应该是三嫂就餐的地方, 很显然, 这头野猪之所以这么狂妄, 肯定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的, 要不然也不敢这么嚣张, 居然跑到三嫂的地盘上捡吃的, 而且都快要捡到三嫂的嘴巴旁边了, 三嫂现在实在是撑得吃不下了, 否则也不会拒绝再哆嗦一碗螺蛳粉, 三嫂也好奇地上有什么好吃的, 自己也捡了两口尝一尝, 发现确实味道不错, 于是三嫂就让野猪滚, 地上的东西全是他的, 这头野猪还算实际, 于是就跑到另外一边去捡去了, 此时从远处又来一头野猪, 这他妈的给三嫂气够呛, 三嫂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, 要不是今天已经吃成了, 就这几个货, 绝对让他们有来无回, 三嫂都懒得看野猪, 看他们就来气, 但是让三嫂万万没有想到, 自己的一度的忍让, 换来的却是野猪的得寸进尺, 野猪吃着吃着, 仿佛还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, 居然用猪鼻子去拱三嫂, 给三嫂拱了一脸的灰, 我擦了, 这也太嚣张了, 但是三嫂今天显得格外的大度, 并没有因此就逗野猪, 反正只是捡点垃圾吃而已, 无声大哑, 谁知野猪这货居然蹬鼻子上脸, 又拱了三嫂一下, 这泥马就过分了, 三嫂决定给这祸上一刻, 让他知道在江湖上行走, 什么是人情是故, 三嫂提起尾巴, 就给了野猪一个大背头, 当场就把野猪干猛熏了,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, 记仇的三嫂直接就把野猪拿捏了, 这就是跑到三嫂面前装备的下场, 居然敢抢三嫂的零食, 还想揍三嫂, 野猪为自己的不懂事,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 希望野猪下辈子记住了, 只有三嫂刚交的朋友, 才能和三嫂站在一起, 化了个擦了, 发型帅气的游猪彭彭出门秀操作了, 他今天还带出来几只彭小宝, 彭彭感觉他